今天要介绍的真的是平面设计的旧型 不管你今天要设计的是海报 IG线动 IG贴文 或者是简报 在里面都提供了非常多的模板 还有调色盘可以一键套用 更不用说它的对齐功能 真的是我用过最人性化的设计了 没有错 今天我们要来讲 就是非常多人敲碗的Canva 如果你还不太清楚Canva是什么东西的话 你现在就打开Instagram 然后去找文字型的贴文 10篇里面大概有9篇就是用Canva做的 总而言之就是非常多人 都在用的一个平面设计软体 然后之前有非常多人问我 TrackGPT跟Mijer 你那两堂课的简报是用什么东西设计出来的 就是Canva 然后我觉得今天要讲的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经营自媒体 很好的一个起点或者是工具 因为我一开始在设计一个简报的时候 我就不想花太多心力去调整它的颜色 或者是排版 这也是为什么我到现在都还一直在使用Canva 因为我觉得它让设计变得非常的好上手 然后门槛变得很低 就是一般人可以很快的开始设计它要的东西 那我们现在就话不多说一起来看一下Canva这款软体 好那我们现在看到荧幕上面的就是Canva它的主画面 那Canva它有分网页版跟App版 那我主要是使用电脑的网页版 因为它这样子比较好控制 就是你有滑鼠啊可以选很多东西 那手机的App版它的界面就是按钮有点太小了 你不太好去设计一些比较细微的地方 然后Canva它也有分免费版跟付费版 那当然免费版就是可以用的东西就比较少啊 就是说可以用的素材啊 或者你汇出的格式就是会有限制这样 那就是可以自己衡量说你是不是需要用到付费版这样 好那首先在主画面呢 我们就是按右上角的建立设计 然后这边呢就提供了非常多的格式哦 例如说Instagram的贴文啊 或者你今天要设计简报之类的 你就是可以直接选择 或者是我看有一个非常有名的Facebook的那个 经济评论的那种粉专呢 就是用这个Canva来设计一些财报之类的 那我们现在呢先用一个简报来当成范例好了 今天你不管选了怎样的格式呢 你在最左边这边你就会看到很多的范本 那因为我们现在选的是简报 所以它出来的就会是简报的范本哦 然后你就可以去选说你比较喜欢哪一个样式 而且你每个样式点进去呢 就是会有不同的页面 或者是你也可以在上面搜寻栏 输入你今天的主题是怎样的 例如说是商业的简报呢 还是个人档案之类的 你都可以在这边搜寻哦 例如说我之前Majerny跟ChallengeBG的简报 就是用这个范本 然后我就可以直接套用 它就会把全部的页面都加进来 然后在这个范本的下面 你可以看到更多类似的范本 你就可以套用看看哪一个比较适合你这样子 然后我们现在套用完模板之后 我们要讲到另外一个Canva的灵魂哦 也就是套用调色盘 就是你可以立刻切换你主题的颜色哦 首先呢在这个界面我们回到上一页 这边你会看到版面配置跟样式嘛 我们点这个样式 这边你就会看到很多调色盘 然后你就可以选说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例如说我今天喜欢这个色调 我点下去它就会立刻去套用到 我们的这个简报上面 然后你再按一次呢 它就会变不一样的颜色哦 就是在这个色盘里面去自动的配色 然后它这边上面呢 也有很多的风格让你去选择哦 例如说未来风啊 比较大胆的颜色之类的你就是可以在这边挑选 然后记得不要选到这种字型的组合哦 因为它的字型都很奇怪 所以就是选下面的调色盘就好了 然后这边你就可以去选不一样的调色盘 出来的效果是怎样 然后例如说我今天想要选这个调色盘的话呢 我就是可以套用到全部的页面 它就会自己帮我挑颜色出来搭配哦 例如说我这边第一个页面换了一个颜色 它就会自动去套用这个颜色这样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功能其实超级强大的 因为我今天就是不想要花更多的心思去设计了 我整个排版跟界面嘛 所以用这种方式就可以一键套用 现成的模板跟颜色 方式这样子其实就省下非常多的时间 那假设我今天满意了这个颜色跟排版之后呢 我们就是来看一下里面有哪些元素我们不需要 然后把它删掉这样 那像是我之前在设计简报 其实我的简报就是非常的简单嘛 就是只有文字跟图 那我可能就是把不需要的这些方框都删掉 然后留下它后面的这些 像是大球之类的元素 如果想要快速删除你不需要的元素 你可以按上面的这个位置 然后里面就会看到很多的涂层 就把不需要的涂层都把它选起来 然后一键删掉 然后其实这种条状的东西你都可以留几个下来 因为可能会用得到 好然后现在这样子清完之后呢 我们就有八个非常干净的页面可以使用 那就是看你今天简报的大效 你就可以去复制几份的页面 例如说我就把它全部复制起来 然后呢我就一直贴上 或者是你今天也可以去找其他的模板 然后套用一样的颜色 你就可以延长你的简报的背景 然后让它不要太单调这样子 然后为了要保持观众的新鲜感呢 我每一个页面都会用不同的颜色 然后是用同一个调色盘里面的颜色这样子 就是让它保持一致的这种风格 所以像这样子 你每个页面的背景都会有一点不一样 可是又不会太超过 然后再来下一步就是要来新增一些元素 例如说文字图片或者一些直线之类的 例如说有时候我们可能会需要用到直线 或者是方块之类的 你就可以在元素这边来找你的素材 这里面提供了像是贴图 形状之类的 然后它的形状又有分 例如说现成的贴纸素材 跟你可以控制长短大小的这些形状 就是我今天要画一个直线 我就是把它叫进来 然后我就可以去控制它的粗细之类的 然后当然这些素材可以直接套用我们刚才的调色盘 就是在上面我们选择颜色的这个按钮呢 里面就会有一个文件颜色的地方 这边它就会自己去抓说你这个简报里面有哪些颜色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去选择 或者是你今天想要稍微有点变化的话呢 你也可以直接在这边选这个调色盘喔 你就可以去挑一个相近的颜色这样 所以我才会说用Canva真的设计的门槛变低了 因为就是非常好上手 我们现在讲到下一个Canva超级好用的功能呢 就是自动对齐喔 例如说我今天要把图片丢进来的话呢 我就是可以直接拉进来 接着我们稍微把它分散一下 然后我们把它全部都选起来 选起来之后呢同时调整它的大效 你就可以不用一个一个调 接着呢我们把它摆到大概的位置 就是你不用刻意的对齐 然后我们再一次把它全部选起来 然后按右键呢 你会发现这边有一个对齐元素 你就可以让它例如说靠上好了 接着呢我们再按一次喔 这边呢会有一个平均分配距离 这边呢我们就可以选水平 它就会自动去抓它们的间隔大小 这样你就可以很快的去整理你的图片了 那假设你今天图片想要稍微调整一下它的色调啊 什么之类的 调一些它的对比 那这个时候假设我想要套用到另外两张图片的话呢 它这边其实有一个复制样式的按钮 点下去 或者是你也可以用快捷键 然后它会告诉你快捷键是这个嘛 然后我们就把它先复制样式起来 接着呢我就可以选取另外两张图片 然后再按option command z 它就会自动套用到另外两张图片上面 这个功能超级好用的 然后再来我们讲到新增文字的部分喔 Canva它可以支援上传字型 就是你平常在电脑上面用什么字型 就是可以把它上传上来 然后你新增完文字方块之后呢 你平常在移动的时候它也会自动出现那些对齐线喔 那如果你今天希望它不要自动出现那些对齐线 有时候有对齐线反而是一种阻碍 那你就可以按着 command 它就不会出现那些对齐线了 那你就可以放到你想要放的位置 然后像这样子呢就可以很快的去设计你的简报 然后再来下一个功能呢 我想要用Instagram的贴纹来示范喔 例如说我们今天想要新增Instagram的贴纹 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模板 就会自动变成比较适合Instagram贴纹的一些模板 假设我今天想要用这个模板来做一个贴纹好了 我就可以把不需要的素材先删掉 然后我今天想要做一个表格 我就可以在搜寻栏这边搜寻 然后我就会挑一个比较适合我今天的主题的表格 然后例如说我看到这个我只想要截取它的表格的话呢 我就可以新增一个页面先把它加进来 我就可以进到图层这边呢 先把这些元素拷贝下来 然后在这边贴上 然后接着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设计我们里面的内容 然后文字的部分也一样可以套用样式喔 就是我们一样用快捷键 那就可以非常快的调整字型 然后像这样子一个非常快速的贴纹就可以铲出了 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很快找到相似的元素 例如说我今天想要一个可爱的贴纸好了 我就来这边找 然后呢假设我非常喜欢这个风格 我就可以点进去 然后看到这边有一个 查看更多类似的内容 它就可以找到相同风格 然后一样是这种很可爱的风格的图片 或者是你也可以去看这个作者它其他的内容 这样子就可以很快速的新增相同的元素 然后再来呢我想要稍微提到它的缺点喔 因为之前我在设计这种平面的东西的时候呢 都是用Photoshop 那我觉得它比Photoshop多非常多的优点 例如说你可以很快的对齐啊 然后你有很多现成的模板之类的 可是相较之下呢 我觉得Canva它就比较不能够随意的变形 或者是遮罩 或者是加特殊效果之类的 因为你今天要方便快速 可能可以调整东西就是比较少 所以有的时候一些比较细部的东西 我也可能会在Photoshop处理 然后可能再丢进Canva 或者是Canva先 然后再丢进Photoshop之类的 就是搭配使用 然后再来下一个呢 我们要讲到绘出跟存档的部分喔 我觉得Canva它另外一个超级大的优点 就是你不用特地去存档 它会随时的帮你备份 你今天设计到一个段落 你就可以直接把视窗关起来 它会自动记录你现在的进度喔 就是你完全不需要特地去存档这样子 然后呢再来讲到绘出的部分 你今天已经完成这个设计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按右上角的分享 这边呢你就可以按下载 然后在档案类型这一栏呢 你就可以去选一些比较常见的档案内容 例如说JPG啊或者是PDF 我都很常用 例如说你今天设计的是简报 然后你很怕上面的一些元素跑掉的话呢 我之前是使用JPG档 然后下载完JPG档之后呢 我再到我的电脑的简报软体里面 去把它丢进去喔 然后你会发现这边没有PPT的选项 对不对 因为它在另外一个地方 我们回到上一页 然后下面有一个显示更多 这边往下滑呢 就会有更多的格式可以选择了 例如说PowerPoint就在这边 你就可以选择这个档案格式这样子 然后最后呢 要同场加印一个AI像皮擦的功能喔 我觉得这个功能也非常的好用 主要是用在修图的部分啦 就是我今天要修照片的话呢 我就是可以直接把照片拖进来 然后它会出现在下面的影像这边 然后我们就可以点进去 然后在这边呢 如果是付费版应该会有几个工具 让你去选择 那我现在要讲的这个功能就是 魔法橡皮擦 它就是可以很快的帮你去修图 就是把不要的路人啊 或是不要的物品修掉 那因为我们前几天其实就有讲过 Photoshop它的AI喔 那我觉得Canva这个效果比较差一点 但是也是堪用啦 就是我们现在呢把它选起来 然后它就不见了有沒有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边再继续 然后像这样子呢 就可以很快把你不要的东西给修掉 其实这样子看效果还蛮不错的 只是我之前有自己试过几次 我觉得Photoshop还是比较好用一点 因为今天这个背景其实算是简单啦 如果你今天背景复杂一些的话呢 就看得出哪一个比较强这样子 所以就是付费版有这样子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 还有呢就是它的去背功能超级强大 一样在魔法橡皮擦旁边有一个背景依出工具 剪下去之后它就会自动帮你去背 我觉得它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起码是比Photoshop还要好很多 然后Canva它也有共同编辑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同事加进来 然后你们可以一起设计东西 你可以看到别人的进度是到哪里 所以以上就是我觉得Canva它几个非常大的特点 然后其实我觉得光是可以透用模板跟颜色 就省下非常多的时间了 那当然它的用法还有更多啦 如果你们有更多不一样的玩法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好 那我们今天介绍就到这边 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很适用的话呢 记得要推荐给你周遭有在做平面设计的朋友喔 然后最后一些比较顺文化的内容 我都会post在Instagram 所以欢迎去追踪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咯